這個把一個空心的銅球體積 來空心兩個字圈起來 因為這有陷阱 記一下 那麼體積告訴你是100 然後空心的部分是50 然後質量是450 然後他說把球切割成 體積相整成兩半 阿化起來 那麼請問你半顆銅球的密度是多少 好 這怎麼算 這其實很簡單 來 第一個問你 他講的這個100是什麼東西 誰的體積 應該是銅球 應該想這樣子 應該是一個銅球 對不起 他應該是一個銅球有沒有 然後呢 包含了外面的實心 還有裡面的空心 總共是100吧 對不對 OK 那他問密度的話呢 我們一樣空自心想要去 D等於V分之M 好 所以我要找什麼東西 應該找銅球的體積 體積跟銅球的密度吧 欸銅球的質量對不對 那銅球的質量比較沒問題 一定是450 有問題是體積 體積請問你 要帶100還是帶50 為什麼要帶50 我帶50 並不是會空心50 而是100減 減多少 減50 因為 這個100指的是空心加實心的部分 所以我只要空心 剩下就是實心的部分 所以兩個應該兩個相處 答案應該是9 所以他應該選B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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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